這個磷 這個磨弄得太少也是不行 下去 這瓶頸斜的 這個軀大概是跟這個同高 貼 所以他還是有奇筆哦 這個都不會太粗 這個很扁 很扁 这个还用形书的形象 一贴按 好 这个叠啊 有三个甜 下面两个 下面两个 稍稍的比上面那一个 小一点点 一点点而已 可不要小太多 这个写在最中间 你看哦 他下面这个很奇怪哦 他下面这个 左右拉开的那个地方 比这三个甜的 左右还要小 然后他这一笔 他用这一种 我们怎么有办法 写的跟那一样好 是不是 真的是 真的是 显中型 这个大概跟这个长度差不多 我看 应该是我这墨汁太浓稠 太浓稠就是出现这个现象 好 火字 火字旁 左边偏旁靠上 右边偏旁如何 靠下 对 好 看一下 好 向左边 好 向左边 好 下面的草字头 约略跟左边的火字 是等高 好 你看我是不是正好贴在那个门窗的底下 所以他没有太多留存的空间 我说过了 里面有东西 里面的东西要编排到八分满以上 好 尽量不要让他跌到下面 期待